红麴风波再扩大 日本小林制药公司近期宣布 回收旗下含有红麴成分的保健食品 因为在日本至少有26个人 在食用过后住院甚至是洗肾 而小林制药公司旗下的红麴原料 也有的是外销到台湾 食药署调查发现 国内有两家业者 有输入相关的红麴原料记录 目前已经要求办理回收作业 同时编辑已经停止了 日本小林制药红麴相关产品 以及原料输入查验申请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还有多少下游的业者 有受到影响 以及在这个市面上 到底还有多少相关的产品流窜 相关单位正在积极的调查中 红麴风波再扩大 根据NHK报道 日本累计至少26人 使用日本小林制药公司 生产的红麴相关产品 而住院甚至洗肾 如今相关产品也进入台湾 卫生局公务车停在公司大门口 位于新北市的三核心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疑似进口日本小林制药公司 旗下的红麴原料 官网公告呼吁客户 以致成品先停止销售 原料尽速收回 请勿再使用 而实际询问业者表示 接获日方通知后 立即办理回收作业 相关下架数量正在统计中 然而受影响的不止一家 药局接获厂商通知 火速下架大言声音的 纳豆红麴Q10产品 大言声音发出公告表示 每一批产品都有第三方单位检验 为部分原料供应商是日本小林制药 因此预防性下架 而事要署进一步调查 发现有两家国内输入业者 有输入小林制药 红麴原料的记录 统近111年到113年 两年有56批报验记录 目前边境已停止 日本小林制药 红麴相关产品及原料 输入查验申请 统计到25号 日本小林制药生产的红麴 部分被当成着色剂 使用在日本保酒造公司 贩售的限定酒 卖到国内各大通路 而红麴原料已知 台湾有两家公司进口 但下游流向及数量 相关单位追查中 到底有多少下游业者受影响 以及有多少红麴原料制成的商品 在国内市面上贩售 食药署与地方卫生局展开调查 并呼吁业者自主通报 避免挨罚 这节目要下游业林凡台北采访报道